Michelle, 你覺得你的味覺和嗅覺 溫不溫柔? 我覺得是普通, 為什麼這麼溫柔? 因為我在想可能去學品酒 聽起來你到酒也很有興趣 接下來酒界就有一項盛事 就是5月28日至30日一連三天 在會展舉行的Find Expo Asia Find Expo Asia是亞洲首位一指的 年度葡萄酒和烈酒雙貿展 輪流在新加坡和香港舉行 今年吸引到來自40個國家 1300個生產商參展 展示各種最流行的產品 包括威士忌、梅茲卡爾酒 蘭姆酒、清酒、中式白酒 以及一些無酒精飲品等等 其中有機世界展區 更加會展出在亞洲越來越受追捧的 有機和生物動力葡萄酒 魚介酒展可以吸引到 日曼謀業界人士入場 酒展亦透過專為業界而設的 國際教育計劃Find Expo學院 舉辦了55個專業主題活動 包括不同範疇的大師班 會議和元卓會談 不僅僅, 是開幕前的一天 五月二十七號, 還有特備節目 B加D Grand Tasting品奏會 會有六場大師班活動 喜歡走到你, 就記住留意吧 如果可以偷閒做一件事 令到身心得到片刻的安寧 你又會做什麼? 今天我跟茶藝老師來學沖茶 老師說沖茶的時候要專心一致 心境平靜 把茶藝倒出來, 但泡茶一定會喝 茶藝不僅講究技巧 更加是心靈修養 會直接影響沖出來的茶色、香、味 請喝茶… 除了茶藝外, 不知道大家對其他 中華文化有興趣嗎? 在六月至九月, 漢文署首辦 中華文化節 涵蓋舞蹈、音樂、電影、戲曲 以至跨媒體等等 文化節的重頭戲之一 是中國戲曲節 涵蓋粵劇、北路邦子、潮劇 柳子戲、粵劇、昆劇、舞劇和京劇 觀眾可以欣賞 既然來自大江南北的優秀劇團演出 感受戲曲的魅力 中華文化節為期三個月 總共有過百場活動 既有文娛的演出 亦有展覽、講座、藝人談和大師班等等 不知道大家對哪些活動有興趣嗎? 既然是很明顯 刺激劇中僚 既然是能學車